财团法人创世社会福利基金会成立超过30年 不只提供照护植物人的服务 也提供到宅照护 6号在花莲市的重庆市场摆摊爱心意卖 不仅市场的摊友们踊跃购买 市长卫家宴也助攻响应 期盼可以抛砖引玉 号召更多的民众发挥爱心 给弱势社福团体更多的资源协助 秉持就一个植物人 等于就一个家庭的创世基金会花莲分会 6日一早来到花莲市重庆市场 摆设爱心摊位意卖 不仅获得市场摊友大哥大姐 以及民众的爱心响应 市长卫家宴也前来助攻响应叫卖 这是重庆市场资质会与创世基金会合作 一连三年透过在市场摆摊意卖 为花莲市植物人个案筹募照顾经费 也让花莲乡亲对于社福机构 有更多认识的机会 尽一己之力帮助弱势 那因为花莲呢 其实我们目前有服务60个个案的植物人 那我们基本上都是会盗载服务啊 物质关怀的部分 来帮助他们家庭 那因为植物人呢 他们平均的花费是四到六万元 那对于一般家庭来说 其实是非常沉重的 所以我们都会办理这种 比如说摄摊啊 校园摄摊啊 或是一些市场摄摊 来做一些供应义卖 让大家一起来做供应 团结力量大 帮助我们的植物人 真的要非常感谢创世 那创世会到 不管是在市场 或是各个机关 或是学校 都有做这样的议举 那真的实在非常感谢他 那也希望说 如果今后 有碰到我们采买的民众 有看到创世的植物人义卖 不妨大家前往来看一看 摊会看一看 那如果有需要的东西 就跟他们采买 他们会将所有的金额 都捐给我们植物人 救救植物人 义卖做爱心 重庆市场 自治会主任委员 陈爱玲表示 自治会不但任养 12罐爆米花 不少摊商也发挥爱心 自掏腰包 带动买气 创世基金会 华联分会 目前照顾的植物人个案 总计有60人 平均一名植物人的花费 约4至6万元 对于不少家庭 是沉重的支出负担 目前规划在 华联新建分院 以照顾更多植物人 急需各界给予支持与协助 记者长包彦华联事报导